卡塔尔世界杯吸引全球目光 吉祥物拉伊卜也火遍全球 而拉伊卜的多款玩具产品 正是从有着世界工厂称号的广东省东莞市诞生的 我们拿到的就是这些资料 其实我们把这个东西我们收到以后 我们觉得这个做成毛绒太不可思议了 太难做了 与以往的代加工不同 拉伊卜毛绒玩具从最开始的设计 就在这间办公室完成 陈雷刚为这款玩具的诞生下足功夫 最初世界杯组委会发过来的只有几页图纸 要从2D的卡通转变到3D实物 其中需要的技术手段不少 在陈雷刚的办公室里 我们可以看到七个版本的拉伊卜的前身 第一版更是与现在的样子千差万别 他们都缺少一点运气 无法成为拉伊卜 但也见证了设计师一次次改变的勇气 陈雷刚介绍 拉伊卜形象非常简约 但这简洁的设计给全球供应商出了个大难题 如何让这块没手没脚的饺子皮能保持轻盈灵动 又能有立体效果 设计团队直到第八个版本才成功打动组委会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 其实我们这里面是有 这里面是一个小布大 我们说的一个小布大 不然就是一个立体的 这里面是有棉花的 这里面是填充棉花 是填充在这里面去的 再把棉花一填充 它整个饱满了以后 它就很漂亮了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细节 因为这个细节是决定我们这次 老大这个订单的原因之一 已经是最大的一个原因了 我们现在的设计 当时我们说到这一版的时候 应该是离组委会 给我们组合不到十二小时 当天晚上我们就把这个版本 通过邮件视频的方式发到组委会 组委会给我们的意见也非常简洁 就是一个字 那最终他们说了还不算 还要谁批准呢 非法跟他们国家的艾米尔 就是国王 最终这个版本 我们看到这个版本都是通过他们国家的国王 艾米尔批准的 才向全球公布的 这个也是一个我们也感到非常自豪的一个步骤 陈雷刚的设计团队从全球三十多家企业中脱颖而出 成为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组委会的供应商之一 完成了拉伊布的二次开发 而陈雷刚的合作伙伴高永光 则带我们参观了世界工厂里的拉伊布生产线 起车接这个订单的时候当时是没有入计到会这么火爆 我们起车的订单下到手里面的大致生产周期是做到12月份就可以完成的 根据后面的一个热斗或者是周委会的一个不停的订单的需求 不停的在追加订单 以至于我们现在手上的订单可以生产到12月份 卡塔尔世界杯上的中国制造数不胜数 其中的东莞造就有近200款 世界工厂在世界杯的另外一块厂里上成绩骄人 以往的沉淀吧 包括这几年的更新换代的一个创新 不停的去研究去改良 以至于现在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基础 所以才能做出这么好的产品出来 从改革开放40多年它有完整的产业链 并且有非常非常多的熟练的技术工人 这个也就是我们为什么选择在东莞路户 以及选择在东莞制造 事实证明世界杯的这个订单能顺利的交付 也是得益于东莞制造 得益于东莞这个完整的产业链 这个非常优秀的产业集群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